结婚情帖怎么写 1.标题 在封面写情简二字的时候 一般要加入艺术加工 可以用美术体的文字 或是色彩的汤筋 周围可以添加一些图案的装饰物 这样可以让结婚情帖更加的美观 2.称呼正文 顶格需要写出邀请者的姓名名称 例如某某某先生某某某单位等 称呼后面要加冒号 正文要写活动的内容 如果有其他要求也要注明 3.结尾 结尾的时候要写上礼节性问候语 或恭敬语 例如质疑 敬礼 落款的位置要数上邀请者的名称 以及发简的日期 请简的时间最好是在婚礼 提前一个月的时候写 这样方便其他人安排事情